今天来做个萝卜干炒肉 萝卜干脆嫩爽口 五花肉鲜嫩入味 两者搭配在一起味道绝了 萝卜干用冷水泡发 再改刀切成小段 五花肉也是切成薄片 切完直接放入锅中 再来少许花生油 接着大火翻炒 炒至变色后加酱油蒜末 继续大火炒香 炒香后倒入萝卜干 加食用盐和蚝油调味 大火翻炒均匀后 加入少许清水焖煮三五分钟 最后加入葱段增香 炒出香味即可出锅 一道简单又好吃的萝卜干炒肉就做好了 鲜嫩脆爽又入味 是一道非常下饭的家常菜 是一道非常下饭的家常菜